据中心网消息 美国国防部8号证实 美军将从2020年起 在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 部署两个F35战斗机中队 美国助理防长德里克·肖莱表示 美军在英部署F35机队 再次显示出两国关系的特别之处 而此举也意味着 拉肯西斯空军基地 将成为美军F35战机 在欧洲的首个常驻基地 按照计划 美军将向该基地派起 1200名军事人员 并在未来几年陆续关闭 在英国的三个基地 此外 美军还计划调整 在德义 普比等国的军力部署 关闭15个军事基地 将驻欧美军人数 从6.7万人的基础上削减1200人 美国防部预计 早整后每年可节省5亿美元军费 而关闭基地 以及军力整合的过程 需要花费14亿美元 好的 相关话题 我们再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王健 和台北演播室的嘉宾张永华 美军将从2020年起 在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 部署两个F35战斗机中队 那么美军为何要选择 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 作为第一个F35战机的 永久性欧洲基地 而两个中队的F35部署 在欧洲将会起到一个多大的作用 二位 跟我们解释一下 过去在冷战期间 拉肯西斯基地 它放置的就是核武 既然它放置核武的话 美国一定是重兵束手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就是美国 它如果要用兵 北非或者是中东 我们看黄金烈火的行动 就是从这个基地起飞的 就是从英国这个基地起飞 所以它部署有轰炸机 它也部署有战斗机 还有加油机 等 从这里就显示这个基地的重要性 那第三个 刚刚好 拉肯西斯空军基地 它主要也是英国 在附近周围 它有一个研发基地 那这个研发是针对它的空军 针对它的空军 像过去在冷战时代 好比说加油机的训练 你好比说战斗机的训练 战斗机的飞行训练 那更重要的战斗机的打击训练 都在这个基地 所以美国为什么会选定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一方面它起了防护的作用 一方面它还有屏蔽的作用 F-35为什么部署在英国 我想一方面 英国长期部署的F-15战斗机 确实老化比较严重 需要相应装备的升级 另外一方面 F-35还是比较尖端的武器 放在其他的国家 美国自己心里恐怕也有所担心 所以放在英国自己老朋友的手里 自己恐怕会放心一点 那么在未来几年 美将关闭欧洲15个军事基地 并且对驻英德义普等国的军力部署进行调整 那么美防长哈格尔也表示了 此举将使驻欧美军的实力实现最大化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 美军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 王健 这个实力最大化其实意思很明白 就是要把钱用在刀热上 要把人员放在关键位置 刚才也讲到了 这一次调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来源于去年乌克兰危机之后 美国和俄罗斯关系的紧张 尤其是在过去的若干月份里头 大家都看到了 俄罗斯的军机时不时出现在 于北约各国的边境线上进行巡飞 也让很多的北约国家有所担心 所以这次美国在调整的过程中 把边缘地区的军力往前推 你比如说把在葡萄牙 在英国的军力做了相应的减少 放到意大利德国相应的位置 一方面来讲 是为了确保在乌克兰等地 有关键事态的时候能够快速反应 另一方面也对俄罗斯造成一种持久的压力 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 这就是哈格尔所讲的 所谓欧洲驻军利益 要实现最大化的原因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